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后TVB有合适的节目 他还是会继续合作 当然也有人觉得这些都是场面化 他离朝的原因并非如此简单 而且由于他离朝的消息来得太过突然 不少网友毫无心理准备都纷纷表示非常可惜 毕竟他跟汪明泉 沈殿侠曾经可是TVB的三大台柱子 深受无数TVB粉丝的喜爱 而且除了是名嘴之外 他还是香港唯一一个事后加影后的获得者 在香港娱乐圈更是威望极高 曾当众痛骂刘嘉玲 嘲讽过周星驰 但令人唏嘴的是 他的感情生活却并不是那么顺风顺水 不仅遭第一任男友爆料《有爱无性》 之后男友还传出断背 甚至在养了第二任男友16年后 更是被吐槽 像在坐牢一样 TVB有句老话叫 70年代看汪阿姐 80年代看嘟嘟 但其实 在进入TVB之前 郑玉玲的生活过得极其不顺 1957年出生在香港的他 原生家庭可以说是一团乱麻 从小 他爸跟他妈的感情就非常不好 经常当着他的面吵架 之后 两人还是渐渐走到了离婚的地步 自此 他也逐渐对原生家庭感到反感 极其渴望通过读书来实现经济独立 中学毕业那年 家里经济出了点问题 他不得不被迫辍学出来养家 之后 他报名参加了 嘉义电视台的招生选拔 结果 还蛮幸运地 从2000人中脱颖而出 成了被留下的40个人中的一个 只是 刚进去的时候 他的工作都非常基础 被分配去配音核报时 完全没有露脸的机会 因此 他还大胆跑去跟训练班导师 黄瞻争取出镜 不过最终 黄瞻只是用了一句 不要急 再等等 就给应付过去 之后 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没多久 嘉义电视台还倒闭了 他也因此失去了工作 不过 好在他在配音时 便救了非常深厚的台词功底 嘉义一倒闭 反倒给了他机会 因祸得福 跳槽去了TVB 并且 由于形象俱佳 台词清晰 他已进TVB 就被当成光明权接班人培养 得到了极其难得的机遇 跟周润发合作电视剧《网中人》 结果 这剧一播出 两人那满满的CP感 直接让他一炮而红了 红到什么程度呢 据说 本来剧里他俩的角色 是悲剧结局 但因为观众实在是太爱这对CP 疯狂给TVB写信提意见 于是 在观众一波狂轰乱炸下 编剧也不得不妥协 把剧里周润发的心女又写死 让他俩顺利复合 而这一合 他俩也彻底锁死 随后又合作了好几部电视剧 紧接着 还一起从电视圈跨到电影界 出演了电影《花城》 而且最令人惊喜的是 这部电影是郑玉玲的电影《处女座》 但他却直接把金像奖 《最佳新人奖》抱回了家 再之后 他更高光的时刻还有 跟钟楚红 张曼玉 两大美人 一起出演电影《太阳星星月亮》 又拿下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甚至后来《淑女爱情故事》演够了 他开始挑战自我 演搞笑女 靠着《表姐你好也》 又拿到了一金 再者 更是在电影界《大杀四方》后 再次折返回电视圈 出演TVB情景剧《男亲女爱》 拿到TVB年度最佳女演员的奖杯 成为香港第一个且唯一一个 拿过事后加影后的女演员 要知道 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里 电影跟电视其实是有弊的 很多演员演了电视剧后就演不好电影 但郑宇玲不会 她完全可以在两个领域做到游刃有余 甚至除了演戏 她还杀到主持界 当了不少TVB大型综艺节目的司仪 几乎TVB所有大型活动她都在 并且主持能力杠杠地 1989年还曾获邀作为演艺界唯一的代表 去采访查尔斯跟戴安娜 此外 她的主持风格也很是犀利 敢说敢问 敢直接嘲讽周星驰只是路人甲 永远当不了主角 敢直言提问张学友 四大天王谁站中间 因此她也成了TVB的大杀器 跟肥肥沈殿侠 汪明泉被合称为TVB三大台柱子 赚得盆满钵满 赚得到底有多多呢 举个例子 1988年她总共有十部作品在拍 她可以一天之内跑九个剧组 赚九个剧组的钱 被称为正九姐 可能看到这里 很多人会想吐槽她诈戏了吧 但偏偏 人家却不给你骂她诈戏的机会 她全部都能高质量完成 而且 谁挡着她拍戏赚钱 她就骂谁 就连刘嘉玲也曾被她当众痛骂过 据刘嘉玲描述 当年她还是个新人的时候 跟郑玉玲合作 因为演技不行 台词没有备手 她当场就被郑玉玲骂回家背台词 还有搭档黄自华 也曾爆料过 自己有一次迟到 被郑玉玲摆了好久的臭脸 感觉生不如死 王后更是经常做噩梦 梦到迟到被骂 总之 挡着她赚钱 她就人挡杀人 佛挡杀佛 只不过 赚了那么多钱 郑玉玲却是个出了名的铁公鸡 不管谁向她借钱 她都不肯借 另外 她还会跟剧组明算账 抠得非常细 剧组有需要补拍的镜头 很多主演都会免费配合补拍 但她并不 她会直接跟导演要求 多收补拍的酬劳 从来不卖别人面子 那个年代 很多演员还会被一些势力 架着拍戏不给酬劳 可她却也从来都不会遇到 因为她签合同 必须带着律师一起去 每一项都仔细过一遍 才肯签 当然 这么酷的她 有为谁破过力吗 也有 这人就是她的第一任男友 甘国亮 这位男友背景可是相当了不得 香港电腾级别的编剧 王家卫就是她挖出来的 而且两人的性格跟才华非常匹配 可以说是势均力敌 因此在一起之后 郑玉玲也心甘情愿 为她放下自己赚钱的原则 甘愿免费当她小说 人间蒸发里连环化的女主角 陪她转展到多地找景 找特技拍摄 吃公仔面吃到兔也无所谓 只不过 非常可惜的是 也正是因为两人都过于强势 最后 这段恋情就不欢而散了 而且散得还不是很体面 分手后 甘国亮爆料 郑玉玲有爱无性 拒绝婚前性行为 而郑玉玲则回击 甘国亮嫁根对女的不感兴趣 甚至还有人爆料 两人分手的导火索 正是郑玉玲查岗 撞见了不忍直视的画面 而之后 事实也证明了 甘国亮确实不喜欢女人 分手后 他经常跟同姓男友人 王世维 艾丽克斯 公开的出商入队 当然 郑玉玲那边 告别了甘国亮之后 也找到了第二任男友 歌手 吕芳 这位可以说 不管哪方面 都跟郑玉玲完全相反 郑玉玲八面玲珑 雷厉风行 而她却沉默寡言 郑玉玲非常自律 常年保持好身材 而她却完全抵不住 美食的诱惑 非常喜欢做饭 郑玉玲事业蒸蒸日上 而她则不温不火 自己也很佛系 另外说起来 吕芳其实也并非省油的灯 两人恋爱期间 也出现过好几次感情危机 在一起的第六年 吕芳出了一次车祸 结果却被媒体拍到 她副驾驶上坐的 居然是梅艳芳的经纪人 王敏慧 并且之后没多久 吕芳还再一次被抓到 跟王敏慧一起去酒吧 因此 那时关于她背叛 郑玉玲的传闻 是闹得沸沸扬扬的 不过 接下来令人意外的是 郑玉玲不但没有生气 还反而邀请吕芳 跟王敏慧一起做客 她的节目 之后 郑玉玲看她一事无成 为了推她一把 把财物交给她打理 可她却还给搞砸了 据说因为投资失败 亏了郑玉玲1.2个亿 总之 她俩这段感情 完全就是 女强男弱的局势 吕芳更是不会主动 提升自己 去跟郑玉玲相匹配 她唯一主动的 大概就只有 想结婚这事 但却踩中郑玉玲的雷点 不想结婚 也不想生孩子 所以 因为这些不可调和的矛盾 俩人谈了整整16年 最终还是C good bye了 并且 白白后 也一样闹了一波 分手时 郑玉玲狠心 输回了所有资产 而吕芳 则对外吐槽 跟郑玉玲在一起 像是在坐牢一样 在那之后 郑玉玲 再也不坠入爱河 一心 只想搞钱 只不过 由于年龄的增长 她也开始产生容貌焦虑 被曝整容失败 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遭疯狂吐槽 变得不像人样 而此次选择离朝TVB 也有媒体猜测 整容也是她离朝的 主要原因之一 但整不整容 都是她个人的选择 我们无需多做评价 只是对于她突然离朝 感到有些惊讶 如今 TVB的三大台柱子 肥肥已经离世 郑玉玲选择离朝 我有75岁的汪明泉坚持着 也着实有些令人唏嘘啊 当然 选择离朝 也是嘟嘟姐的自由 还是尊重 祝福吧 最后 就祝她一切顺利 开启新旅途 那么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趣闻趣事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